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居然自己也说 如果做一半去选 这样不是真好 什么样的意思呢 是说他要退出这一局吗 好 我们进一步来看这一份民调 先从台北市的部分来看起 其实在台北市的部分 各区挺科要选总统的部分 原本挺他的人 到时候感觉上好像有点缺水 还包括有五成八的民众是不支持 那下一张我们来看 他同时也做了高雄的部分 其实高雄部分也有超过五成的民众 是不支持韩国瑜跑去选总统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孙明就去这种吃碗来看碗来的政治人物 但是不要忘了喔 非韩不可 非韩不投的那一群 那一群的声量还是蛮大的 马五好 何力拱出来了 郭台铭 但呢 偏蓝的媒体怎么说 来看到 他就说 韩国瑜现在是一人救全党 但是蓝银高层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还在背后捅刀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他们势力还是不放弃 韩粉 铁港 韩 他们是在下个礼拜六 要到高雄市政府前面 要发行一场活动 这个活动的名称 蛮有意思的 就叫做感受 要韩国瑜来感受一下 韩粉对他真心的爱 真心的相挺 甚至有人喊说 要绝食 要逼韩选总统 由此可见 郭董出来 对韩的冲击当然是蛮大的 但是郭台铭他也有自己的部分 要跟大家讲清楚 说明白的 为什么富士康还设有 中国共产党的支部 这个部分我们要好好听 郭董他要怎么解释 那么郭台铭他在宣布 要选总统之后 第五月份的时候 他要到威州去 重新谈这个鸿海的投资 这算不算是一个 选总统之前先到美国去面试 而且这个威州的州长 很不给面子 他是跟郭董赛民 他说你当初不是讲好说要 一万三千个就业机会吗 怎么结果 却是跳票了 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要从军事的部分来切入 来看看 这是馆长的脸书 他在脸书上面 他到底在系哪一条的 这个相片就是 北京的模型展览比赛 交流比赛当中 你看 连模型都要吃豆腐 坦克都开进来了 要搞统战 所以馆长他就说 台湾人这时候还不团结吗 还要继续被这样的方式来恐吓嘲笑吗 你们还要去停统一游行吗 尊严两个字 你练乎我听看看 看得出来馆长真的非常的生气 其实不只是模型 实际动作上面 共击这个这个摆 他们又派了24架的军机 有5艘的军舰 来到这边 他的目的是什么 稍后我们进一步分析 首先先来介绍今天的与会来宾 欢迎民进展台北市议员梁文杰 大家好 台湾大支援所教授范世平 各位好 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许巧新 大家好 知识媒体人黄创夏 各位好 大家好 知识媒体人陈敏凤 大家好 还有绿党桃园市议员王浩宇 各位好 大家好 稍后还有资深的军事记者 吴明杰他也会加入我们讨论 我们先来看 郭董一跳出来被酸宗痛掉 柯文哲他反酸郭台北 说家大业大缺点就是这样 美中都会想要影响他 所以他自己到底有没有要选 他换了一个答案 他说因为有过半的市民不支持酸宗痛 他居然也说 对啊 做一半跑出来选 这样不太好 一起来看 台上致辞 也不忘隔空暗酸韩公瑜 台北市长柯文哲 网络声量已经不比从前 现在又冒出陈咬金 红海董事长郭台铭 宣布投入国民党总统初选 家大业大的缺点就是 美中都会想要影响他 这个就有趣了 没办法影响我 什么都没有 柯文哲抱持看好戏心态 但郭台铭的一句话 妈祖托梦 让陪着大假猫绕镜的柯文哲 走到尿液变黑 肩膀酸痛 却无奈患到妈祖的已毒不回 网友还制图哭售 帮柯文哲哭哭 让他亲和以堪 郭台铭想披战袍 冲击柯文哲的布局 但他可没闲着 4月25号要去云民演讲 5月还要采赏到高雄会见粉丝 5月底到花冬和产业演讲 外界解读是要到蓝营票仓试水温 其实我大部分时间还在台北 你看我今天不是说 我只有假日我会出去的 其实大部分时间还在台北市在工作 坐不住的柯文哲四处趴趴走 一边测试人气 一边累积能量 要不要选总统 手上的好牌 不到最后一刻不摊牌 柯文哲算不摊牌 可是郭董这次出来选 他当然也就是要抓着郭董的话题 他还算他说 第一次当时松仁路有一个裂缝 他在那里看 他就是在做里面 他就这样算郭台铭 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一份民调 我请教浩宇先 好我们看这个远见最新的民调 有过半的北高市民 包括柯文哲是台北市 那韩国瑜是高雄市 他们是不支持 进一步看进来 其实这个是韩国瑜的部分 韩国瑜的部分是有五成三的人 是不支持的 那柯文哲更高 不支持他的是有五成八 我们要怎么看这一个部分 市民的态度也蛮重要的 是事实上我们从过去这几个月的 所有民调都看得出来一个现象 就是其实最不支持柯文哲选总统的 其实就是台北市民 你到中南部 你当初不是说是一个距离的美感吗 因为最近嘛 所以没有美感 对 因为其实台北市民 包含我自己的亲戚 坐在台北 我们跟他聊天 大家对柯文哲 你问他做出什么 都没有任何的成绩 所以其实台北市民 对柯文哲很不满意 可是当他到中南部的时候 因为很少有机会看到他 而且有那种距离的美感 所以基本上 他基本上在人气候上面 还是蛮旺的 你觉得在大甲妈的那个过程间 他的声量维持得如何 我觉得还是一个网红 就是他还是有一个网红的一个状况 不过他面临的挑战最大的部分 就是其实你可以注意到 他新闻版面越占越少 今天愿意讨论他 我有点意外 因为其实我已经上节目很多天 没有机会讨论柯文哲了 那事实上比如说 像是三立新闻网 或者其他的新闻网站 有热门的新闻榜 每天我们都会做研究 比如说昨天前天这两天 柯文哲连三十名都没有进聚过 三十名的榜内都没有他 之前应该都是独占凹头吧 大概在去年的时候三十个 大概三十个政治新闻 会占十几个二十个新闻 然后现在后来变成两三个 然后这个越开始 完全没有 都被郭台铭跟韩国瑜占光光了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蛮难过的 那其实从网路声量看来 其实他也是比之前下降两成到三成 那以柯文哲这种 其实靠年轻选票的一个政治人物来说 他的网路声量 必须要比其他的政治人物高两倍三倍 他才有这个领先的感觉 否则他只有这样一点点的领先 或比别人低的状况之下 其实他是非常不利的 他要怎么去延续他的热度 如果现在还有比他更有趣的韩国瑜 比他更有趣的郭台铭出现 然后又有很多人在抢新闻版面的时候 他连年轻人的这个网路声量都拉不起来 那我想柯文哲大概就会出局了 那我进一步问你 他为什么说 对啊 做一半的市长去算不是很好 所以你觉得他是不是打退堂鼓了 我觉得他会有这样的发言 因为这个发言 如果他过几天 他要宣布选总统的话 直接就打他自己的脸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有在思考 那我有说过 其实柯文哲内部的团队 他是最在乎网路声量的 他比我观察的还细 而且他有更多的人在看 那以现在的网路声量跟民调看起来 我认为他很难拿到超过20%的大选的选票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正在考虑要不要退掉 明鳳姐也帮我们分析一下 柯文哲是怎么说 做一半的市长去 他也感觉不太好 其实柯文哲 如果你最近有调查他的民调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大幅下滑 可是人家去网国第二名 没有他并没有 他是不是已经输给蔡英文了 最新的民调 最新的民调已经输给蔡英文了 那包括这个如果你在光看台北市的这一栏的话 他是所有这个候选人里面 包括郭台铭 最新的郭台铭 韩国瑜 赖金德 蔡英文 朱立伦 台北市这一轮 他是最少的 他是最低的 他只有 大概只有19% 20%左右的台北市民 要投给他当台湾的总统 所以你就知道 柯文哲这一团的绕境马祖是白走了 假如在那边破皮破得要死 可是马祖并没有托梦给他 也没有保佑他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因为他主要的突起就是 对于过去一些正式人物的不有趣 那你现在就说韩国瑜也比他有趣 然后 公围比他更加重 对 然后郭台铭也比他更有这个卖点 那他的吸引力到底在哪里 根本没有 那所以说这个回复到平常 而且市政上面 成绩的表现一塌糊涂 所以我觉得这种民调回归到正常 我们觉得很欣慰 我们觉得真的是台北市民是有真谅言 而且你这样子提评他还没有磕粉会攻击你 对 而且他网屋声量刚好正如这个浩宇讲的 他网屋声量现在是大 好像前面好像19名吧 已经排到19名去了 所以 所以这个这阵子 他当然 他当然过去一阵子他也积极的想要 譬如说有国阵小组 班秘书等等 然后他也要找人做组织工作 但是事实上真的发展不起来 他有非常现实的瓶颈 就是一个单兵作业 没有办法做一个整套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郭台铭 有人知意他 其实民调一般看起来 如果郭台铭挂五党节的话 他的声望是比较高的 但是他偏偏要挂国民党 你就知道说一个政党的背景 跟一个政党的力量 那种始终的铁粉 一定吹都吹得出来 不是那种空气票的 对而且政党有的组织性跟所谓的这种动员力 觉得是比单兵作业要强得多 所以我觉得当然了 柯P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如果他讲到说市长做一半 就去选总统会被人家笑死的话 那真的就是表示他自己不可能去参选 那本来就是说如果郭台铭没有出来的时候 大家预期如果他跟那个所谓 另外一个无党籍的叫张善政配的话 2020还是还有一波机会 但如今因为这个郭台铭出来之后 很多地方都拉掉柯P的年轻人或是中间选民份 通通把柯P都吃掉了 所以我觉得柯P也回家 不用再想东想西了 回去台北市政府好好的把这个市政做好 也许2024还有一波的机会 否则我觉得这样下去 只会连他在台北市的支持度会越来越低 然后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政治前途的一个台北市长 刚才有看到这远见今天做的民调 就是各区都一样 像我自己在选区第四选区中山大同区 63不支持 然后支持的是28.5 但是我们他第四选区上一次 柯文哲得票蛮高的42 假如说你把他在第四选区 大概把中山大同区分开 因为我是没有看到这里面的数字 以大同区来讲的话 我认为不支持的会更高 那但是上次柯文哲在大同区的票是拿最高的 所有台北市各区他拿最高 为什么 因为绿营的选民 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说 雅文哲大概没希望 所以很多人是投给柯文哲 所以在大同区来讲 这个情况是特别明显的 所以反而是 我当你是要当你选市长 不是当你选总统 不是当一个跳板这种味道 就是这样 就是说 那你当初就是 只是因为讨厌讨厌手中 只是因为不让国民党拿去 所以投你柯文哲做市长 但是你现在又要跑去跟小英选总统 大家都真的 但你说对一些中间选民来讲的话 我觉得 因为柯文哲过去给人家的吸引力 是说好像没有心机 好像一心是 好像就是要做事 但是现在让人家感觉到 就是说你 市长选完你就要选总统 那就会觉得说 你好像一切都是在谋划之中 你跟政治人物没什么两样 就是说你不是那种 好像没有心机的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你是一个有心机在算计的 其实像我姐姐就是这样 我自己的姐姐 因为他向来是支持比较属于中间选民 而且他两次都投给柯文哲 你自己鼓真不好就对了 不好他就是支持柯文哲 我说我跟柯文哲这个关系很不好 他不爽 但他现在他说他 他回心转意了 如果柯文哲选总统 他不会投他 就是这样 恭喜你们姐弟感情继续回复 那小星怎么看 其实实际上有两个状况 第一个是柯文哲的粉丝 也未必等于支持他选总统 这是我在柯文哲的社群里面 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因为柯文哲的粉丝 他们大概的取向是 第一个年轻人中间选民 他可能浅蓝浅绿的 然后常常换来换去投的都有 但他们总是有一部分的人觉得说 既然选了市长就把他做好 第二种是说 我觉得柯文哲很适合当市长 但是我还没有办法确定 他适不适合当总统 也就是说他的粉丝 他不见得是把市长的职位 跟总统职位 当成是同一种类的比法 所以他可能在这个阶段 他有些人支持韩国瑜的也有 可能喜欢郭台铭的也有 喜欢蔡英文跟赖清德的 其实也都有 所以在这个部分上面 就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到 为什么他当时的支持者 现在会说好像选总统的支持比率上面比较低 我觉得倒不见得要去说成是说 柯文哲的支持度大幅下滑 不见得 因为里面有一部分确实是很支持他的人 但这次选总统就是没有想投他 那当然里面也会有一部分觉得说 他在台北市政上面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所以因为不支持他当市长 所以也不支持他当总统 这种人也是有的 可是像今天美丽雅电子报他下午的民调出来 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他这一次做民调的时候 在上一次的民调 美丽雅电子报 柯文哲都是排第二名 尤其是柯文哲跟朱立伦或王金平在比的时候 朱立伦跟王金平是输给柯文哲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在国民党内就说 我们不要用初选 我们要征召 因为一定要赢科 要赢赖 要赢菜 都符合这些条件 我们才有胜选的机会 国民党就是要赢 要推最强的候选人 可是这一次的民调里面 把他去跟韩国瑜 跟郭台铭去做比较的时候 柯市长他不只是输 而且是落到第三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重新去评估 是不是要当晚四年台北市长的这个机会大幅增加 但是我再讲最后一句 不代表说他在2020年会全部缺席 就我觉得这是两回事 他不选总统等同于他会缺席2020吗 我觉得不见得 我在2016年的时候就有预测说 其实对他最好的选项或许是先冲国会的席次 以白色力量 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民调 如果他要在各个全台湾的选区去竞争部分区名次的话 他可能可以拿到不小席喔 反之如果他选了总统就算选上 但国会里面完全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帮他讲话 总统该怎么做 这个也是他必须面对的困难 但我们在讲柯文哲的同时 其实韩国瑜他也面临一样的问题 那巧希你要不要补充 因为也有过半的高雄市民是不支持他 讲话来看话 这个我想就是说 最近韩市长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说他要考量这个高雄市民的意见 那所以现在这个所谓党中央征召初选的这个状况 那到时候可能在这个吴韩会之后 整个到底有谁会参加初选 会不知道 现在都不知道 但是谁没空 现在变成谁没空 我之前是韩国瑜说 我现在要出访 我真没影响没空 现在这变成吴敦义没空了吗 但是我认为 他们在等郭台平出了威斯康辛的时候 出国的时候搞不好又一个人要出来参选 但是我认为韩市长 他既然昨天有讲到说 他要考量高雄的市民的民意 那再加上这一份的这个民调 这个民调我要先说 他的参考性我觉得是很强的 因为可以看到 其实韩国瑜市长在三山造势的区域 支持他出来参选总统的比例明显比较高 在高雄市市中心 支持他参选总统的比例比较低 也就是说有一些 他有参加过这样子热情的场合的这些韩粉 他现在就是想说 不管啦 我们就是愿意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把韩国瑜送进总统府 露跑把他进就对了 没关系 我们是很有包容心的 我们愿意 这个是高雄就是说 他的韩粉的想法 在三山的区域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人质疑 说这个民调是假 但是你看他在三山支持他选总统的比率比较高 就可以证明说 这样子的一个民调 他并不是说他要去卡韩 不然他就不需要做一个在三山 你看到很明显的比率是比较高了 所以我觉得韩市长他可能也是因为如此 他对于参选总统这件事情要不要表态 他一直都没有讲出来 那现在既然郭台铭他的民调 似乎也是已经第二份 都领先科 领先赖 领先菜 那办这个初选可能 不见得会这个韩国瑜会加入的机会 我觉得是在提高当中 不会加入的机会在提高当中 也就是万分之一 我也不敢说 因为现在每天的状况都不太一样 所以明天市长说他愿意参选也不一定 这个不能去排除 灯虾哥你怎么看这一份民调 我先回来柯文哲 其实柯文哲他从民调里面有很明显的 他开始真的感觉到 他被两头拉空的一个压力 一个两头拉空是什么 大概是国民党 就算韩国瑜在20岁到50岁 到那个高纸以上的学历 在大安西以北 当然大安西以北也比较多 可是郭台铭出来的时候 郭台铭在这些领域都赢过韩国瑜 10个百分点 那是世新前天的民调 而在这民调里面 你会发现是 其实这些地方 郭台铭是跟柯文哲 原来很稳固的支持群是有冲击了 所以郭和文哲应该知道说 面对郭台铭 他原来的一个选票基础正在流失 至于韩国瑜 其实他在这个民调里面 差不多跟上一次 一个多月前 百分之五十一不赞成他选 其实是差不多的 代表他那个巩固 因为他其实还真的没多久 但是你会看到是说 他在三三造势 而且是透过融会系统 而他确实透过融会系统 拿了一些订单 然后这些订单 融会系统也去分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这些比较 好像大家感受到说 韩国瑜还是跟他们有互动的 是有闻的 可是市中心 到底全台湾 到底高雄 也不是一个以农立国 以农立士的一个地方 市中心里面 想了半天说 我们怎么 好像你这个状况都没有 所以对于韩国瑜的 不满力是高的 所以韩国瑜 现在就有这个压力 可是韩粉的可怕在哪里 他们只是少数人 但是他们是选票最大化 声音最大 而这种声音最大之后 你会看到说韩国瑜一次又一次的流失 他明确表态的智慧 所以到了就是在礼拜天 他们再去看 再去表达他们的态度的时候 恐怕国民党这里面 韩国瑜这种扭扭捏捏的状况 会把国民党的整个选情 他整个压力都在国民党身上 而民进党的好处就是在于说 现在这时间里面 民进党每人注意 很多该处理的事情 可以悄悄的好好处理一下 你说协调的部分可以好好运作一下 那范老师我请教 因为我们在看 之前那个郑静一 你记不记得 他那时候不是还帮他写歌吗 然后在这个选举期间 他也有赵氏晚会还献唱 感觉很痛的 但是他怎么会这时候现在说 那是我喝酒汁的时候开玩笑 但没想到被他抢了 抢了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讲 那他最后说他自己不得已 就拿旧的歌 把这个歌歌词就是再改了一下 那这一次被问到说 韩国瑜要不要选总统 怕我没关系 我坚持我是不会去投票的 他要当一个边缘人 那也转变这么大 对 我觉得当然他现在也发觉就是 可能韩国瑜他的声势 不像以前那么的强 那他该也做某种的切割 不过做这个比喻我觉得不太好 那他怎么可能 什么喝醉酒被他灌醉什么 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 柯文哲会不会2020年出来 我觉得刚才我们看这个民调 这个答案就问的是台北市民 跟高雄市民 那柯文哲有个迷思 他认为他在台北市 以外的地方更强 是他最差的地方 所以他认为他的支持者在中南部 你看他为什么要去妈祖绕境 或者他其实他最近不断的在中南部 不断的在那边跑 他认为中南部因为有距离的美感 所以他认为他其实台北市 会有这个反应他不会意外 所以他会不会出来 我觉得他出来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因为他深信这一点 他认为他越往南走越有吸引力 那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是韩国瑜 韩国瑜他因为他刚刚当选市长太短了 所以说他现在要出来 第一个正当性不够 第二个他是不是有全台湾的人气 有人说他有 可是他这次帮郑世伟这个助选 郑世伟也没选上 他帮这个谢龙介助选 台南离高雄市那么近 寒流的影响力还没有办法跨越到台南 所以变成说他的这个他的这个是不是有这样的政治能量 他现在比较没有办法去测试 可能也测试不出来 所以他要离开的正当性的确是不够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还是不能比不能够等同四肢 但是我必须要讲韩国瑜的韩粉 现在已经开始对于 本来我认为韩国瑜韩粉 虽然对于郭台铭出来 他们是敢怒 但是他们不敢言 就不敢骂郭台铭 他们也不太会骂他们当然是我们在节目上 就有了思议员掉眼泪就说韩国瑜很可怜 昨天开始骂了 郭台铭的脸书我都在看 昨天开始骂了 一开始都是觉得韩国瑜很可怜 为国民党做这么多事情 在高雄一片绿地打出一片江山 你们怎么都不可怜他 他们基本上对于郭台铭没有太大的 不敢恶言批评 因为郭台铭大概你如果搞不好就告你或怎么样 霸气郭 霸气 其实他那么有钱都请十个律师来对抗你都可以 而且他们也没有 也没有这个 这个韩国瑜说 郭台铭你什么说什么血干 血汗工厂有什么不好 有没有人跳出来批评他 也没有啊 有没有人批评说你富士刚才有人跳楼怎么样 都没有 他们只是惋惜或者是保护这个这个韩国瑜 对郭台铭是可以说是没有基本的恭喜 可是今天有了 刘家昌说什么 奸商另有目的 他点名 我这骂得很重 很重喔 给名郭台铭是奸商 然后说你表面上去高雄买水果 刘家昌的财产要开始担心 要不要等着收船票 他说你这个郭台铭去高雄买水果 根本是假仁假义 你根本就是 然后再给 买了水果好像挺韩国瑜 然后背后捅一刀 跑出来选 这个祖南的韩国瑜选总统之路 刘家昌 当然我不知道 在台湾他是深蓝那一块 可是他在深蓝的阵营里面 他是有影响力的 就表示他开了第一枪 在蓝营内部 好像有点精神错乱 非常的拉扯 到底是郭董好还是韩总好 让他们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抉择 休息一下 稍后来 身为三军统帅 我要严正的告诉 曾经是职业军人的韩市长 他必须把这句话收回去 三军统帅杠上韩国瑜 替军人尊严讨公道 一个军队没有军法 所以我采用一个比喻 就是叫太监穿西装 西装穿得再漂亮 穿阿玛尼的西装 他还是个太监 在台湾享有言论自由 或自由的生活 其实都是因为 我们有第一线的 国经弟兄姐妹 在捍卫这个国家 所以身为三军统帅 我要严正的告诉 曾经是职业精神的韩市长 他必须把这句话收回去 谁知道韩国瑜既不认错 更不改过 自诩为前军人 还反抢三军统帅 我当过兵 你没当过兵 我了解军队是怎么一回事 你现在就不去思考 这个先修理韩国瑜 那脑袋是坏掉的吗 他要叫我收回 很多很多很多话 对 我再把他收 我都快收回到娘拍里面去 他又讲错话了 这个 他自己要去跟社会解释 有没有当过兵这件事 跟我们国军有没有战略 其实是两回事的 批评是没有道理的批评 甚至于去伤害了我们国军 弟兄姐妹的士气 或者是他们的形象的话 作为三军统帅 我一定要强力地捍卫他们 所以韩市长 你必须要收回你这句话 韩国瑜嘴里说的心里想的 瞧不起女总统专业能力 但总统硬起来 不容韩国瑜这种轻蔑态度 伤害军人 好的小英总统 即使把错误观念严格制止 保护国军 保护民主 以寸不让 郭董 郭台铭 现在玩脸书 玩到淋漓尽致 他最近办了一个票选活动 他是剑指蔡总统而来 怎么说 因为蔡总统有讲说 民主不能当饭吃 他借由一个网友的说法就是 没有民主只能要饭吃 那这里面引起了 郭台铭的一个回击 他就像这样一批文中 他说2014年 我对太阳化学友曾经说过 但是我一向坚持民主 只是这个民主动能 需要化为经济的成果 就算简化为民主 不能当饭吃 这也没有代表 我是否定民主的 那他听了蔡总统接受媒体访问 借网友的话来接 没有民主只能要饭吃 你为什么 偷偷要挑这句话来指教我 他就有这样一个论述 于是小编说有两种可能 这边大家来投票 这边是说你的推论有错 好傻好天真 另外一边就是 蔡总统很挑肯的 断章取义 好坏好故意 文杰议员 这是一个灵活运用的战术 确实啊 你看 郭台平他有一个很庞大的军团 在帮他设计这些东西 看得出来 那所以他 用军团来形容 可见有多么的壮大 感觉上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带领百万大军的人 那所以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蔡英文总统跟郭董之间这样互打 其实我觉得对小英总统 是还算蛮有利的 因为 因为郭台平的参选 大家都知道 他会引起两岸的议题 跟国安的议题 主要是围绕在这些问题上面 那这个方面又正好是蔡英文总统 可以最发言最多的部分 那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对蔡英文总统跟赖兴德的初选 是有帮助的 对蔡英文总统 他挥洒的空间会比较大 所以如果我是蔡英文总统 我以后会挑着这个郭董 继续每天在这个两个单挑这样子 每天来一集这样子 这个对蔡英文总统的初选是相当有帮助 赖兴德就比较尴尬 因为他现在的身份 对这些议题还没有办法 做出太多的发言 那郭董他就是很多 其实很多的这个国民党的公职 我看到的 大概以做公职 都没有人想要去得罪郭董 这样的这个大金主级的人 因为你做公职 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求他 或者是说你不知道 你的朋友跟他有什么关系 做公职的都不会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那些 像我们台北市议会 那个前几天 本来要联署说要这个要求 国民党中央要去征召韩国瑜的 后来因为郭董跳出来之后 这个联署就没了 那所以我觉得韩国瑜他们的 大概就是剩下那些 不属于这个国民党内的这个 他原来没有公职身份 他不是议员不是立委 大概就是一般的普通人 但是看起来他跟韩国瑜 多出这个郭台铭的部分 大概4%到5% 我看看两份民调 大概都是这样 就是说不管是三人互比 还是两人互比 韩国瑜会比郭台铭多 4%到5% 但是4%到5% 并不算多 我看起来并不算多 所以简单来讲的话 我认为郭台铭 他现在他坚持要初选 那吴敦毅昨天说的那个话 我认为就是吴敦毅 他有点被韩国瑜惹毛了 就是说他当初要 他要去找跟韩国瑜领约时间 就韩国瑜说没空 没空我要去 那对吴敦毅来讲的话 就是说 你想要当皇帝 你就要讲 不能够说我来拜托你 你要想参选 你要想当总统 你就嘴说出来 你嘴说出来这么尊胜 不要说是大家在捧你 那现在他已经有 郭台铭这张牌了 我认为韩国瑜被征召的几率 是很低的 那除非他现在愿意 拉下脸来 就是直接说我要选 他要去参加国民党的初选 他要去领表登记 我觉得韩国瑜才会有机会 可是他要拉下脸来 已经有人做球做舞台给他了 韩粉就说我们好好让韩总 感受一下我们内心的想法 这是不是一个舞台 没有他本来是一直要求 他就是这些韩粉这样弄弄弄弄弄 他本来是要求中央党部 国民党中央党部就直接征召他 他这样他才会说 这个是国民党征召我的 我也不愿意离开高雄市 大概就是本来想好的是这个戏 所以他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他没有办法去拋掉 拋掉这个当初所讲的这些话 所以他没有办法说 如果不是征召的话 我认为他不会 他可以学学吴敦义的 讲过话可以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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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没有这些包袱了 那我也鼓励他 他其实是可以这样做 你要选你就选嘛 对 其实可以这样做了 好 创夏哥我请教 因为刚刚这个文杰一扁有讲到说 瞄准郭董对小英是有利的嘛 但是感觉上好像韩国瑜 也有瞄准小英两边有隔空 其实我们看这一个部分呢 就是韩国瑜他先抛出来说 没有军阀 我们现在的国军就好像是 太监穿西装 你怎样穿也不行的意思 那我们看到蔡总统就讲说 你这说不到话 你这是伤害我军的士气 结果怎么样 韩国瑜他有回呛 他回呛说 你也没有做过兵啊 蔡总统你有当过兵吗 顺便就说 要不要收回 再收回我都收回到娘胎里面了 你怎么看 其实基本上呢 韩国瑜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第一个我特别去查了 我们当时是那个 军事审判法做一些改变 这改变基本上还是根据 美军的 还有以色列的 大概都有关 就是战时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战时的一个纪律 所以至于打战的时候 是不是大家都会逃兵 看起来也不至于 我只是好奇的是说 如果我们没有 既然有一个军事审判法 是穿着阿玛尼的太监 那美军和以色列 那他们是什么 是警衣卫吗 所以武功比较强 所以我就觉得 他那个整个隐喻是失忆的 第二个呢 对于这个军事审判法 我就要问小心了 你们那个前老板 会不会又生气又要跳出来了 因为这个东西 还是打到的是红重秋时代 是马英九改的 所以我是觉得 韩国瑜现在的状况是说 他其实呢 心目中还是保留着 他要参选 但他碰到一个 很重大的一个压力 这个压力当时现在呢 是看起来还落后 他的一点点郭台铭 可是郭台铭 他到底是在这20年间 他是一个参与 全世界全球化的一个人 而这样一个全球化 所以郭台铭打出来的议题 会是跟蔡英文呢 作为一个总统的 国家的一个立定位 国家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格局 是常常可以呼应的 那这呼应的过程中呢 其实韩国瑜那些什么农业啊 拔辣啊 再也没办法加到这个战场 所以他才会故意的拉个军事 这样子能够跟蔡英文去搭 可是从这种状况里面 就知道说 今天当郭台铭和蔡英文出来之后 把一个国家的重要议题 所以从那个很索碎的 很细索的什么几颗拔辣啊 几颗凤梨 拉到这么高的时候呢 其实蔡英文自然的 因为这是他的主场 郭台铭呢 也会以他的格局 也会拉出这种战场 慢慢的如果再降下去 韩国瑜会担心 他会跟柯文哲一样 因为这些都不是你们 这些市政的议题 你会跟柯文哲一样 完全的没有 那当然所以 现在这个局面里面呢 会编的就是 蔡英文的主场越来越多 蔡英文那个 讨厌郭台铭 防范郭台铭的人 他们最后要选一个投射对象 而这个投射对象呢 没办法是韩国瑜 也没办法是柯文哲 那那时候韩国瑜呢 你有解的是 他要想办法去 从军事议题里面去拉 可是真的是说 他当时 他也当兵以前太久了 而且你会讲到说 你没当过兵 你就不能发言的时候 人家是三军统帅 而且他确实是 我们也讲过好几次 他确确实实 包括浩宇的爸爸 都在这边都知道 至少这三年里面 对我们国防自主 大概是历任总统 除了蒋经国和李正辉之外 给予最多资源的一位 好 补充 在里面呢 其实我今天就看到这个新闻 其实底下 我们就稍微用软体跑了一下 发现在骂 骂那个韩国瑜的 80%是女性 因为女性都没有当兵 你讲这句话 你就等于是完全的看不起 歧视女性嘛 因为女性不用当兵 那不用当兵就不能领导嘛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失言 那其实这样的失言 其实也看出韩国瑜 其实他最近其实心情不是很好 他的发言越来越尖锐 以前他大概都笑嘻嘻的 他没有议题主导权了 什么事他都笑嘻嘻的带过去 可是他现在的主导权 就已经被拿走了 韩校用兵的那一块不见了 前几天我到高雄去 上次去夜市 其实每一个摊上 几乎都挂着韩国瑜的招牌 或签名 我发现有些摊山 好像已经把它收起来了 没关系 现在那个周运会 都有那个矿泉水 都是这样 所以基本上 强迫中奖啊 其实南部的 特别是高雄 其实挺韩的势力 我觉得已经在消退 就如同刚刚民调 看到跌20 我认为其实店家也感受到了 所以我这是韩国瑜 最大的挑战 刚刚我们一直在讲这个民调 带大家进一步来仔细看一下 好 这个是美丽岛电子报的 最新民调 2020总统大选 民进党没论推出是 蔡英文还是说赖清德 支持度都超过柯文哲了 好 民调的数字 我们进一步来看 如果是韩国瑜 赖清德跟柯文哲 韩国瑜是三成七 赖清德两成七 柯文哲21% 那如果是郭台铭 赖清德跟柯文哲 郭台铭32 赖清德28 柯文哲23 那如果换成是蔡英文的部分呢 韩国瑜37 蔡英文24 柯文哲22 那如果是郭台铭 没怕韩国瑜差很大 大概3%左右 34 蔡英文24 柯文哲24 现在柯文哲已经来到第三名 但我们看看 这个国民党里面 真的蛮有趣的是说 孙大千 因为他要选立委嘛 那他这次感觉他压保 而是压在韩国瑜的身上 他说 不是因为郭台铭不好 而是呢 在这个时代 我们需要韩国瑜来当我们总统 有什么 他有进一步论述 他说 台湾现在的经济最大困难点 不是发展的问题 是分配的问题 就是说 现在经济不是变了没够好 创夏哥 你觉得他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其实呢 当时的时候呢 当一个韩国瑜 韩流1124出来之后 像孙大千 像洪为 像很多 在国民党里面排班论备 永远没机会的人 都受到了鼓舞 所以是因为选立委的关系 对 所以他们就去选立委 都受到鼓舞 都觉得现在开始是 国民党终于回到了 120年前 孙中山造反时代 可以造反了 但是呢 所以他们其实就是 拉着这一群 去成为他们的一个后备军 那成为一个后备军 但是突然之间 一个郭台铭一下来之后呢 又不能去炮打郭台铭 所以就开始要去转折 然后他们这种转折里面呢 又变得很困难 因为孙大圈呢 又跑 又想说 他大时候就觉得 挑战艰困选区 他是有机会的 可是现在这种状况 全部出来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转不了弯 而这转不了弯的时候 比较辛苦的是说 目前为止呢 国民党那些 他们认为的 大哥们呢 都没有人去管他们 所以他们现在呢 可是呢 因为呢 现在看起来就是 当吴敦义又开了一个 所谓的特招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说 郭台铭还有 韩国瑜还有机会 所以他们叫这时候 至少硬生生的 站在这边 最后把悲愤的韩粉 成为他们将来 能够再去竞争的一个禁卫军 所以国民党现在 这样一个禁卫军 这个韩粉的一个复杂度 确实是存在 可是这种存在里面呢 问题现在就是 他们现在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韩国瑜真的出来 讲得很清楚 我支持初选出来的 那个代表 我看那个韩粉这些人 我们会看到更多崩溃的话 会抓狂 那明凤姐你怎么看 因为我们不是一直 这个国民党不是在讲说 你就是民进党拼经济拼不好啊 但是孙大谦他讲了一个实话是说 现在不是经济 没有 是分布的问题 他自己也会转弯耶 对啊 那就是说因为这个因应两强出来之后 他就自己势必要转一下弯嘛 要维护一下自己支持的人 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 对于党中央目前来讲 国民党也不 也不是说一味的高兴 因为现在韩粉的部分 还是没有办法收拾的 韩粉的这个强势 包括去党中央抗议啊 包括这个打爆所有这个民代人 还有人说他不吃东西 他要绝食耶 对 他要绝食嘛 然后打爆我想小夕 来外接西公司最近的股 都赚了不少钱 对啊 然后我看小夕和办公室 应该也打 也被打很多电话 就韩粉打机会骂说 你们国民党怎么那么无情无义啊 一有郭台铭就抛弃 当时为你们打下高雄市的韩国瑜 那你这个没有情没有义 那你怎么这个治党治国什么之类的 所以很多民意代表 其实被逼到 其实甚至有人在那边痛哭失声啊 就是很难很难注意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当然 所以吴敦一也只好转个弯 就说好好好 我们也邀请来这个 来这个韩国瑜进来进行初选嘛 那你现在就 吴敦一这个我看也不是很真心啊 他这个球就是把他抛向韩国瑜了 我已经把门打开了一个小缝啊 那你自己要不要进来 就跟人家说 那韩国瑜不进来 你们这些韩粉啊 包括某一个电视台的人 你就不要这骂我了 因为那个电视台线 包括我看我连续看了好几天 他其实都还是继续在支持韩国瑜 然后呢批评这个郭台铭 批评比绿营还严重 然后雪旱工厂啊 什么过去的 曾经上报纸的新闻他们从头都在讲一遍 然后就讲说这郭台铭 未来会被批评什么 这个批评被批评卖台的情况 一定会比那个韩国瑜还要严重等等 把所有民进党未来可能骂 郭台铭的事情通通把它传好了 那只要把那几天的电视台 滤录出来的体材 以后滤镜都可以用了 对 把它重播了 那大概就可以用了 所以说这个 我觉得如果这一块 这块如果韩国瑜 这个没有明确出来表态的时候 这块的问题还是很麻烦的 因为陆陆续续出来 像没有电子报这个民调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出来 你可以显示出来 郭台铭的强度 竟然还是没有比韩国瑜强 就是说他的 他虽然还是领先 领先这个所有可能参选的人 但是他领先的幅度 还是没有韩国瑜强 那等于可能跟郭台铭 第一他不是从头到尾就是国民党党员 他在国民党跟韩国瑜就差一倍以上 国民党党员7%都支持韩国瑜 他只有4成多 所以说这个部分 郭台铭如果没有 他克服了那么多这个企业上的困难 跟川普也握手 跟习近平交定也好 可是他就没有跟韩粉握手的话 他这一关就很难过 因为没有跟韩国瑜握手的话就很难过 那韩国瑜现在就说 其实他昨天讲那个话 大家觉得说他是要退还是不对 还是卡在那里 他说我成前了17年 我知道当时有权利 可是我没有为人民做好事情 我知道我未来 这个 可是你讲这种犯 韩粉更感动 你到底是要退还是不要退 还是有一些感觉 适合讲的很可怜 所以我觉得说 现在解套的部分 除非你台湖委出来说 我真的不要选了 我以高雄市为重 我觉得才有相当的程度 可以压制韩粉 否则你韩粉对于党中央的 所谓对于郭台铭党员身份的荣誉状 特别处理的部分 其实韩粉还是非常非常的计较的 我请教范老师 因为我们看 这个平面他还是非常的相挺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他这个小标题 是说 韩一人就全党 你看你们这些高层在背后捅刀 权贵又来了 不愿意庶民出头 他就把这个分成两边 所以 这边是荷雅人 这边是庶民 怎么看 就是打阶级对立 就是说 郭台铭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钱 富可敌国 这样的一个大财阀 那这个韩国瑜就是出生于基层 韩国瑜现在处在一个比较不利的地方 一个尴尬 他的身份角色就很尴尬 身份角色尴尬 对 还有就是说 他你看这两天高雄台南 开始在下大雨了 那所以他要面临的是 他现在变成他面临到的是 市政的问题 他前阵子因为刚刚当选 他那个花蝴蝶 东飞飞西飞飞 然后台北驻选 台南驻选 然后去这个香港访问东南亚 然后去美国 这个花蝴蝶飞 他好像跟这个高雄市政 没有什么太多连接 可是他现在回来 还是要进入这个进厨房了 就变成说我觉得 他的考验要开始 然后他的蜜月期 其实已经结束了 那这个情况之下 他就有很多很多 分老的市政 接下来我会觉得 你再去 会变成他去选总统这个议题 会变得越来越尴尬 我觉得韩国一致去美国 他的确动心起念 他看到那么多侨胞 对他的那个益益的期盼 他本来大概想说 我一下飞机 然后我就跟吴敦毅见面 然后就宣布 好 我接受征召 他大概想这样 结果想到破灭 就是他在高空上的时候 然后郭台铭已经去了 国民党最大难过 刚好跟飞机一样 一下 然后就 然后国民党还发了荣誉状 据说是国民党 创党以来的第二张 从1894年新中会成立以来 第二张荣誉状 第一张是蒋经国给了孙运选 所以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 真的是想不到 他本来也是想要 趁着这个大的声势 因为我觉得韩国瑜周边的人 也都很清楚 高雄市政不是这么好搞的 时间颇长 其实对韩国瑜不利 因为我刚刚讲 你会陷入到 那个市政的泥沼里面 所以他趁着从美国回来之后 趁着声势阵望 说我愿意接受征召 这个其实是最好的时机 可是杀出陈瑶经 那你想想看 我觉得韩国瑜 他是政大东亚索 通常他索是研究马克思主义 他毛泽东思想 他是承袭着毛泽东那种概念 毛泽东是很会革命 可是不会治国 所以他要透过不断的革命 来掩饰他治国的无能 所以毛泽东你看 1940有年建立政权之后 他发觉我根本没办法治国 而且他发觉 他这些他就开始 57年发动大药禁人民公司 搞了一团乱 完了之后 换刘少奇邓小平来接班 把这个经济恢复了 他发觉他又没有角色了 就发动文化大革命 他永远用革命来包装他自己 因为他他就是一个 只会马上革天下 不会马上治天下的人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也是这样 他说他的市政不可能 这个接下来一定是会遇到很多问题 趁我身世好的时候 再去攻另外一个大位 再去创造另外一个战场 对他是有利的 可是想到人算不如天算 所以我觉得这种不断革命论 或者不断的制造新的一个声势 是韩国瑜本来打的如意算盘 所以为什么你看到他那天 从机场出来 他脸色非常的 他教训群众 如果大家去看那个影片 他过去看到群众来 还是乐不可知 他说你不要动 不要动 然后你好像一副很紧张 然后整个脸色拉下来 为什么 他本来想要黄袍加深的机会 被断送了 那我必须要讲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你当初如果去美国之前 就跟吴敦益接面说 好我接受了 OK啊 想不到你现在回来 你还想跟吴敦益接面 吴敦益根本不理你 吴敦益现在搞到曾招式民调 主客意味了 对 我觉得曾招式民调 其实就是 真的是让韩国瑜 进退两难 我说这个主客意味 我要请教巧新 因为这里面就讲到说 有马前总统的角色 有吴敦益的角色 还有郝龙斌的角色 那为什么他们要拱 郭台铭出来 这里面拱完之后 有很多韩粉 大家崩溃的情况之下 他们就开始 就灌进去了 又开始骂 好龙斌啊 你真的有够恶心了 你们这些蓝营的高层精英 你们只会斗争 自己的同志 只会全谋 政治算计 而且还有人说 对啊 你们就是贵族啊 你们了不起 巧新 你帮我们还原一下 说在马伴这样子 穿梭了好几次 是怎么笑的 第一个是 郭董他要选不选 绝对不是 这几个人可以拱得出来的 不然 其实每一次 台湾在选举的时候 都会有人去问郭董说 他要不要出来选 能拱之前早拱了 你本帝也说他不想选啊 他之前是不想选没有错嘛 那他这次要选 其实还是他个人的意愿 我一直说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是没有办法说 因为我希望你选 他就说好 那我愿意出来选 他不是谁的小弟 他这个他自己 他还是冠荒给国民党的人 他本来是真的说他不选喔 但是怎么会再建完几次面之后 突然间他就回来了 我认为他是先有动心起念 觉得说他可以选总统试试看 才去找这些人问他们的意见 那问这几位其实也很正常嘛 他跟马英九前总统 他是马英九基金会的最大捐款人 直押了6000多万的股票 所以如果他今天 他有意愿想要参选的时候 他问一下前总统 你觉得我这样参选好不好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经验分享一下 我觉得也是很正常 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当然知道 就是说韩粉可能觉得 本来已经要征召了 但是好像有转弯 但是其实没有 因为吴主席 他这个所谓征召初选的制度 在早先的时候就讲了 而且其实实际上 郭台铭今天他宣布 他要参加国民党的初选 不等于韩国瑜他不能参加 因为这个制度 是我们所有党员都可以参加的 所以他其实如果有意愿的话 他如果他只要一表态 我相信出现的绝对是韩国瑜 可是因为韩市长 他不断的去讲说 他觉得要尊重高雄市民的意见 那我们在这几份民调里面 都看到高雄市民的意见 似乎从民调看来 是比较不支持他去选总统的 是不是这才是他卡关的原因 而不是初选的制度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大家要去深思的事情 再来去讲到 就是说打这个阶级牌 我看到最近蓝营里面 韩粉可能跟其他的支持者 变成是说打一个阶级牌 包括去针对这些所谓的大佬 但讲好龙斌好了 好龙斌就是拱韩也拱很大力的人 好龙斌在之前 不管是韩国瑜 他在选市长的时候 或之下 他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鼓励韩国瑜 所以如果只是因为说 今天郭台铭要选 那这个责任就变成是说 都是一些阴谋论的话 其实我觉得对整个国民党来说 没有太大的帮助 那对于韩粉来说 他们当然其实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 但我还是觉得如果希望韩国瑜 选选的话 其实跟我们讲真的没用 像有些人可能会打到议员的办公室 你又接到吗 我们也有接到 但是其实有时候也是 他们很激动 那你们要用哪一套话数跟他说 我会觉得没有 我没有接 我个人没有接 我们助理接 但是我会觉得说还是要去劝 如果很希望韩国瑜的选民来跟我讲 我都会说 那你要去跟韩市长讲 如果他能够表达说 他有意愿参选的话 他一定被纳入机制里面 而依照木田的民调来说 他一定胜出 可是如果他自己完全没有意愿 那你要怎么逼他 我甚至跟一个伯伯讲过 难道你要拿鞭子抽他吗 还是要把他拖出来打一顿 不可能嘛 你就是喜欢他支持他 所以你才希望他出来选嘛 所以个人的意愿 我没有想看 意愿是很重要的 27号 对 所以他的个人意愿不重要吗 当然重要 所有选过举个人都知道 参选人的意愿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尊重韩国瑜市长的意愿 没有什么不对 那韩国瑜市长如果有一丝的意愿愿意选 他马上进入到这个征召民调的过程里面 你们现在就是说他最尴尬的罩门 就韩国瑜没办法自己出来 为什么没办法 但是我觉得大家说不清楚说 为什么没办法 因为他才做不到拜年就跑去 可是那他被征召出来也是一样 他还是会出来什么 为什么没办法呢 其实有个问题是征召民调之后 你们一定要拜个电视的证件会或辩论会 大家就抓他那一点就好了 他要不要参加 他要不要参加 他如果有心为国家服务 不管他今天是被征召出来的 或者是民调出来的 或者是参加初选 他反正都陈述必须讲他对国家的愿景 这不一样 征召是大家推我出来 你看到袁世凯当初要称皇帝 也是大家逼我 我实在很不想出来当皇帝 我真的很不想 结果是大家一定要我出来 我实在是被逼迫的上去 他有这种被迫性 所以到时候有任何责任不在我 是大家推我出来的 那我自己出来报名是我要当皇帝 那也不一样 因为你要负担责任 那是你自己主动要的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他很清楚 他不可能主动去 那他想选不想选的 不是啊 我觉得其实真的没有差别 你当时还被攻击嘛 你要被攻击 你高雄市长做一半 然后你就跑来选这个总统 韩国瑜就扭扭捏捏 我们要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讨论的是 那像郭董他也有自己的问题 富士康为什么有 中国共产党的支部 就放在这个里面 也好好说明一下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